請蔡貝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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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貝廷任 蔡貝廷任 你好 我想在我進入審查的過程當中 先釐清一個觀念 剛剛有很多委員跟你討論到立法院到底有沒有進行審查這個過程 那以你2015發表的文章跟你剛剛的答覆 我歸納一下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如果立法院跳過審查程序直接公佈法律 這個有違反程序正義的疑義 那但是如果是有安排審查 但是實質上因為其他的因素而造成沒有辦法實施審查 這是屬於國會自主或國會自律的部分 是完全謝謝委員的這個說明 所以這個基本上如果有排定審查 那後來沒有辦法審查 那個其實是我們國會我們立法院自己的事情 這包括國會自主跟國會自律 這個觀念應該這樣釐清嘛 對對沒錯 謝謝 那我們來進行開始我們來幾個問題請教貝提名人 今天有四位這兩天有四位大吼干貝提名人來這邊 其實是根據徵修條文第五條的規定 那我們來提名 那提名就必須經過立法院的審查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相關內容 你們現在補的是這個陳碧玉黃喜君羅昌發湯德忠這個 這個即將到今年九月認滿的嘛對不對 那這個審查其實有一個概念非常重要 就是當你們四大法官的被提名人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們就有兩個要素要遵守 第一個就是不對個案做評論 第二個不對政治做評論 那其實我們立法委員在質詢你們 在請教你們也是應該依照這個嘛 我們唯一可以問的是你對很多事情不同的法律見解 而且看你的見解跟過去一不一致應該是這樣嘛 所以這個我們要確定下來 今天是所謂大法官被提名人在這裡被審查 就應該遵守這兩個制度 所以剛剛有委員提到這個我想這裡也要釐清一下 好那既然如此我們往下來看 往下來看 那其實你的學經歷相當豐富啦 這個公法學者 那在憲法行政法上都有你的你的專查 那這個我們過去在憲法學界彼此互相非常熟悉 那我想問了一下問題就是說 現在我們提到有一個 今天我兩個問題要救教於被提名人 主要是跟司法改革有關 那司法改革其實被被揚揚 民眾也非常期待 我們也大張旗鼓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在2017年其實全國司改會議 以後最後歸納了12個重點 87個大項次 然後303個細項 這都是司法改革的目標 那我們立法院相對的我們也非常努力 我們也非常努力 我們一直在審查有跟司法改革的案件 所以司法改革其實這是12大項裡面 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是推動人民參與司法制度 這個我等一下會請教 另外就是強化公開透明的司法 這個我也會請教 來我們往下看 在我們立法院已經修改的法律非常多 其中有一個叫做憲法訴訟法 剛才在答群中有提到這件事情 我先請教貝提名人 你對憲法訴訟法你的看法 你基本上支持不支持這樣的態度 我完全支持 完全支持 那基本上憲法訴訟法是讓司法院邁向一個 所謂審判機關化這樣的概念 其實司法院在推動這個所謂的審判機關化的議題的時候 其實經過很多波折 其實經過很多波折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個是同樣這次被提名的原來的司法院秘書長 李太郎 他在憲法訴訟法公佈的時候 他說了這些話 來我們往下 那最主要憲法訴訟法未來會改進的方向 其實第一個就是他變成一個審判機關 而且他變成一個審判庭的方式 然後讓很多的爭議在這裡面辯論 那基本上還有要求什麼 還有要求大法官必須對他的立場表明態度 對不對表明態度 過去只有協同意見書或是不同意見書 那現在其實每一個都要表明態度 所以更公開透明 好來繼續往下 那司法院在推動這個 1999年的時候司法國事會議的時候 講的是說希望司法院一元多鬼 然後2001年大法官解釋 就是530號的解釋 他希望我們司法院邁向審判機關化 但是在2011年 我們的司法院的副院長本身就反對 所謂的審判機關化就是舒詠卿 我想這個蔡庭明人都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有波折的 然後我們往下 在530的解釋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希望這個東西可以符合憲法作為 作為一個最後的審判機關的法律 然後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那剛剛你在答詢周村民委員的過程當中 你也提到這件事情 其實憲法訴訟法 這都是一個完全新的制度要在台灣實施 那這個要在台灣實施 其實最怕的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的憲法法庭 我們的所謂的大法官 最後變成所謂的超級第四審 第二個有可能藉由這個違憲的審判 或是憲法訴訟的法庭變成什麼 變成超級的立法者 那這兩個部分是不是能夠再說明一下 如何的避免 就是對於憲法審判制度 這個他彰顯的是憲法法治 憲法法治和民主之間的一個合作制衡的關係 我想這個李委員也是憲法學者 這個就是長期的一個爭論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一個單一的說明 可是我必須要強調的是 就立法者而言 面對的戒證恐懼必須要面對的是民主制度 也就是說 反屬於民主制度 應該 他回應的就是民意 所以呢 這個國會代表的是直接連結人民 直接連結民主的這個地位和價值 這一點 不會因為憲法審判制度的存在就被否定 但是卻會因為憲法審判者 如果在行使職權時呢 這個過度的介入 或者是甚至 這個我覺得在我國是不會發生 但是甚至如果甚至是霸取了立法權的實質 那這當然就會帶來悲劇 其實這裡我跟貝提名人做一個說明 做一個討論 其實我們身為國會議員 我們也非常見慎恐懼 因為我們在這立法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期待的是 我們的大法官可以扮演更多的角色 解決更多的憲法爭議 但是在解決憲法爭議的過程當中 就會像你剛剛講的 會不會有這種情形產生 然後這種情形因為你們又是法律的專業 又對法律也非常有見解 所以這個部分才是人民期待 那也是人民擔心的 那這個如何拿捏它的平衡 這個未來你們在當任大法官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的介慎恐懼 也要非常非常注意這件事情 這畢竟是制度的建立 另外我一個要討論的問題 其實是我們現在還在審查過程當中 但是也是所有人民期待非常深的 就是所謂的參審制或陪審制 那我們現在司法院推出的是國民法官制 國民法官制是類似參審制 我想請教對參審制或陪審制 被提名的你的看法 這個報告委員 我站在這裡 我這個問題的回覆 沒有辦法以學者的身份來說明 但是我當然關心這個問題 這是所有的公民 所有的法學者都一定會關注的問題 我個人的看法是 不管是參審制還是陪審制 他其實都在先進的一些國家中 都有成功的經驗 這一點是前提 我這樣來請教你好了 其實參審制也好陪審制也好 唯一的共同的目標是 希望人民可以真正參與審判 但是現在因為他的做法程序上不同 會有造成一些疑議 比如說陪審制 這個大概我們的百姓 非常期待非常高 所以從民意調查裡面看到 支持陪審制的事物也比較多 但是這個可能因為我們看影片 看影集 有這樣的既定印象 那陪審制會造成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 我們陪審制 它其實都是由素人 沒有法律素養的素人 來做這個陪審團 那會不會造成最後的所謂的民粹 尤其以台灣的現象來講 台灣光是一個酒駕就非常非常民粹 那這個會不會造成民粹 這個是大家討論的問題 那參審制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他有六位國民法官 有三位職業法官 那混在一起來共同審判這個案件的時候 會不會最後變成真正專業法官 在主導所有事情 又失去人民參審的意見 所以這個部分您的看法怎麼樣 這個報告委員我是這樣子想 就是這些制度 因為它都有成功的潛力 可是它都有相關的配套機制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制度的時候 不能夠憑著各三個字來思考這個問題 配套機制其實才真正決定 因為法律體系不同 配套機制不同 真正的情緒不同 會造成不一樣的結果 那但是現在人民非常急迫的 人民期待的是說 你就讓我陪審制啊 你如果沒有陪審制 你的司法改革做不好啊 如何以你大法官的身分 你如何來回應這個問題 其實在這個議題上面 以我的信念來講 我認為這個問題 畢竟還是要由代表民主的國會來回應民意 來論斷民意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是最後所有的民主法治國家 都必須要走的最後一道步 國會才是最適切的決定 這一些制度取向的 對 這個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作為國會議員 我們一定要反應民意 但是我們在考量的過程當中 我希望聽到未來的大法官 對這個你如何來回應民眾說 不會 如果是國民參選制 不會有你擔心的問題 如果是陪審制 也不會有你擔心的問題 這個部分要不要再論述 所以這個就是我認為要透過 這個充會的立法者 要做好配套機制 也就是陪審這兩個字 參審這兩個字 就不是 這個真的是 這個是必須要有許多的配套機制 其實委員剛剛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參審如何能夠確保九個人的審判 不要講說誰主導 他的確是一個九個人真正的審判體 如果是陪審必須要確保 如何能夠讓素人在面對一個案件的時候 真的有辦法面對的是一個真實個案中 應該要有的情境 而不是情緒感情或者是成見 這個我覺得這個沒有辦法用一個六個字來選擇 各三個字看你要選哪一邊 其實任何的法律審判都不容易 法律審判必須遇到現實與把理來顧 對 那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就是人民對司法的期待 跟我們真正會面對到的問題 包括我們的法系也不同配套也不同 然後如何因應這些問題 我想我們立法院也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也需要司法院也提供更多的意見 是 那我想最後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過去三年當中 你擔任的是考試院的考選部部長對不對 是 那你個人的感受如何 我個人作為一個公法學者 其實這一段這個歷練 因為這個歷練 考選部長的工作 其實也是一個公法的工作 所以所有的行政機關其實都是公法的歷練 所以就我很個人的成長而言 我讓我的原本是學者的一個世界 能夠務實的連結到實踐 我覺得這一點是在我個人上面我非常感謝 然後我也因為這一個工作呢 我看到了 我也真的分享了 我國就是這個文官的一個 常任文官體制的一個 這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價值 還有它的一個 正面的一個表現 我想你在這三年的過程 那三年多的過程裡面 一定看到文官的價值跟文官 現在我們的體制所呈現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本身就發生在考試院 那考試院的這個 這個架構到底合不合理 我們到底要五權或三權 我想這個過去都討論很多 那我想被提名人應該很清楚我個人的主張 這個我一向就兼職費 考監兩院 那我們就這個部分來討論一下 第一個部分 這個當然 憲法裡面有規定 我們有考試院 有監察院 來 繼續往下 那這裡面我要特別指出來 憲法徵修條文裡面 提到的考試委員若干人 然後我馬上看 下面一頁就會很清楚 第八委員憲法徵修條文規定是113人 監察委員29人 大把官15人 考試委員為什麼若干人 這個被提名人你的看法如何 為什麼不是一個確定的數字 現在是19位嘛對不對 現在是19位 那19位怎麼來了 我想這個19位怎麼來 我真的不了解 因為這個真的是有他漫長的 那就是依照審級分配來的 那過去是這樣 那就一直下來就是19位 那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 考試委員到底要多少人 這個為什麼憲法沒有明定 這個從憲法學者的角度來講 我只能夠說 憲法有益的留給立法者形成空間 希望留給立法院更多的空間 來決定說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其實這涉及相關的 下面的這個問題來 考試院的組織法 也就是立法院現在在審查的 審查當中的案件 我們還在審查當中 那這個部分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想因為你過去三年擔任部長 你也非常熟悉 考試院最後的決定權 是不是在所謂的考試院院會 所有的法案都需要經過考試院院會 是因為考試院是一個合議題 因為它主持法就是這樣規定 它是一個合議制 那所以發生的情形是怎麼樣 有可能所謂的二部一會提出來的法案 考試院並沒有同意 或是二部一會沒有提出來的法案 考試院院會其實就是阻礙考試院進步的最大的阻力 為什麼 因為常常我們二部一會提出來的東西 在考試院院會過不了 包括我們的年金改革 在考試院院會過不了 為什麼 因為這些考試委員都是在各個專業領域裡面 它有專業啊 但是問題它是對二部一會提出來的相關法案 不一定了解啊 比如說剛剛在直訊的過程中提到律師考試 律師考試要不要有一定的標準 要不要有一定的門檻 這個其實經過很多的討論嘛 對不對 討論完以後又經過考試院院會通過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要你考選部長來負責 也沒有道理啊 那也有你們想推的法案結果過不了啊 有你們想推的法案 比如說這個體能的測試 那可不可以從一次改成兩次 讓大家多一次機會 這個考試委員就反對 沒有錯吧 那所以現在真正的問題 我們回歸到憲法來講 憲法本身就規定考試委員若干人 那剛剛你的說明是說 希望給立法的機關 更大的空間來衡量到底要怎麼做 那現在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我們考試院 為什麼沒有規定考試委員到底多少人 其實就希望立法院如何針對這個問題 做一個更好的裁量 那這個就是國會自主 然後國會必須針對問題來衡量 那所以立法院來審查 所謂考試院的組織法 來衡量考試委員到底多少人 這很合理啊 這很合理啊 那我要問的是 考試院的組織法 目前審查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違反到考試院原有的職權 這個報告委員 因為這已經不適合 我作為司法院大法官 被提名人來回答問題 我現在只是請教你法律見解 我當然尊重這個原則 這個不是個案 這是憲法上的規定 考試院的存在 這是 他是一個憲法民定的機關 要不要繼續存在由立法委員來決定 然後再經過整個公民投票 這個是修憲的層次 對 這是修憲的層次 但是這個考試院的具體組成 這是屬於法律的層次 然後這兩個部份都應該是 這個國會比較適合去發現民意 而決定政治形成自由的行使內容 所以其實我要問的問題 是下面這個問題 如果今天立法院通過了一個法 叫做考試院組織法的修正 然後我們把考試委員縮減了 從原來的19人縮減了7人或9人 然後現在考試院提出說 這個牽涉到我們考試院的職權 我要提出違憲審查 要求進入我們剛才講的憲法訴訟 那大法官怎麼來裁定 那我就更不能夠在這裡說話 否則的話我以後就必須要迴避了 請容我在這裡 對這個非屬於 我現在的身份可以回答的問題 我了解 這個部分我只是提醒你 你們未來勢必會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立法院的職權 立法院來處理考試院主持法 那我們一定會做這樣的法案出來 那考試院也一定會提他們的所謂的 希望你們做違憲審查 然後到時候一定碰到這個問題 那這個有賴大法官更傷腦筋 那今天結論就是說 其實現在我們面臨很多的改革 包括我們整個司法改革 帶動了整個大法官改革 司法院的改革 那未來擔任司法院最重要職務的大法官們 應該有更多的戒慎恐懼 更多的法律見解來解決這些問題 期待我們蔡提兵人會大家一同來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李委員 謝謝貝提兵人 下一位